当兵打仗 他练就精准的枪法 他是车军中的脊梁 他是一种标杆 外兵打仗 他是战士幸福的指挥员 战争是流血的训练 训练是不流血的战争 练兵打仗 他和他的动员 纯练那颗勇敢的心 中国武警特战精英之勇敢的心 即将播出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您收看中国武警 有这样一位中队长 他曾经夺得全军攀登集训的第一名 他还是武警部队的一等射手 所带的中队在全国和全省武警特战比武中 取得过九个团体第一 二十二个单向第一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 出现 出现 确切地说很多新兵就是冲着胡小队长才申请来到特勤中队 成为预备队员的 强将手下吴若兵 拿眼下进行的设计客目来说就是胡小队长的强项之一 训练间隙 调皮的新兵想见识一下队长的枪法 给队长设置了一个刻目 距离一百米 打断垂于瓶口的红线 子弹从瓶口穿过 瓶底穿出 瓶口要完好无损 这样的高难度 胡小队长能做得到吗 脚枪之后 胡小队长调整了一下呼吸 描述了瓶口的那段红线 胡小队长的这一枪下去 并没有出现预想的效果 红线虽然被打断 但瓶子也被打得粉碎 难道子弹在打断红线的同时 也打中了瓶口吗 胡小队长当兵十五年 在特勤中队待了十三年 出身军人家庭的胡小 从小就崇尚当兵报国 当兵打仗的军人血系 军事素质好 再加上客户 胡小一直是全总队的训练尖子 他先后三十九次参加武警总部 总队比武集训 都名列前往 二零一三年参加以色列反恐专家 来华教学集训 夺得步枪乐章射击 手枪乐章射击 截需缓节时战术射击 综合体能五大类 十九个科目 综合第一名 上次的狙击虽然夺得了大家的喝彩 但胡小并没有放下那只粉碎的瓶子 他要找出其中的原因 由于不是高速摄影 我们无法记录子弹运行的轨迹 但胡小还是从中找到了答案 从视频上回放 还是可以看出一个形子的轮廓 因为7.62毫米的子弹 它的威力比较大 带动的空气旋转比较厉害 子弹的高速运转 带动的空气进入瓶身 击中底座的时候 一瞬间 它那个气波直接把人的瓶身 撑破 导致瓶子整个的瓶碎掉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 在同样距离 同样的位置 朦朦细雨中 胡小再次举腔瞄准 与上次不同的是 这次在瓶身至瓶口处 缠了一层透明胶带 正是这层薄薄的胶带 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结果 每个距离 每个弹着点 你就会有这种变息 确保在任何情况下 知道自己的弹着点和瓶转点在哪里 胡小说 枪是有生命的 就像人一样 当你了解了它的秉性脾气 它也了解了你 当你和枪形成彼此的默契和信任后 战场上打出去的 才是充满勇敢和负心的资财 2014年7月18日清晨 刚刚参加满总队特战集训的士官赵乐 接到了一项从未执行过的任务 以前感觉这种事件离我们很远 心里还是有点紧张 一名犯罪嫌疑人 在杀死一人 重伤一人之后 又劫持了一名妇女 并扬言要继续杀人 与人质同归于尽 公安民情百般劝说无果 现场情形难以控制 不得不采用击毙犯罪嫌疑人 解救人质的办法 因为外面有沙穿 有铁栅栏 然后要打的话 要隔得可进 隔得可进就要考虑心理因素 所以怕它回头 完成任务的关键就是要快 要准 教员就我说了一句话 他对于特战来说永远只有一发子弹 就只有一次机会 赵乐所说的较远 正是胡晓队长 我们去设计的时候 他也会跟我们说 必须这样才能贴近实战 就包括出向的速度 出向的姿势 出向的时间 或者是你出向就要迅速瞄准 要快要准 照着脑子里不时的闪行着胡晓队长 叫他快速出枪 描述了动作要力 一步一步走向犯罪嫌疑人 我想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到快抵近他的手 他是回头 他看到我了 然后我再开了枪 犯罪嫌疑人应声倒地 人是安全过境 胡晓传兽的技能在实战中 得到了应用 作为一名预备队长旅员 病例和身体努力 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预备队长旅 训练的周期是九个月 在这九个月的时间里 胡晓要对他们进行必要的训练 讨核和淘汰 你其实脚的那一侧 铁铁枪 我左一边 这个陪我老板走 胡晓队长的训练方法很灵活 这种灵活 尤其体现在对预备队员 心理素质的观念 又要掉吗 瞧一下 下面就是悬崖 你掉下去都没命了 不到最后一刻 不能放弃啊 要几次了 抱一条 你有几条没了 抱一条 在刚才的训练中 胡晓注意到了两个兵 趁着其他队员休息 胡晓要给这两个兵下个巧造 管理通道距离地面20米左右 对于像亲兵 胡晓也这样恐高的人来说 感觉远不止这个高度 你这样是走过去了 你又成长了 你又经历一下 不敢卖啊 走之前呢 肯定感觉 力不是自己的一样 感觉还是紧张 红尘发展 不敢过 像我们搞这个特战训练吧 首先你要有一种意识 就是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像对待这种高危科目来说 你首先要有不怕死这种精神 当然我们这些先攻的保护措施 这是有的 关键的还是一个心理障碍 脚下的钢筋是软的 刘红尼的腿也是软的 我们甚至担心 它会像面条一样 从钢筋的缝起中摟下去 我一看第二小红的 在空中走 感觉挺害怕的 然后队长推着我 一直说我走走走 我就硬个头皮 他走了 他没有经历过 直接把他给逼到这个份上了 不做不行 没有退路 硬着头皮往那上 很多这个预备特战队员 都经历过这种事情 我走一圈 感觉当时都出汗了 确实在家没有上那么高的地方 然后让我不服那个篮哥走 这种逼迫式的方式还是有效果的 尽管是一种煎熬 刘红尼还是勉强过了这一关 而接下来 吴晓比他要完成的 是另一个更具挑战性的任务 在32米攀登楼前 刘红尼悄悄地缩在队伍的最后面 可队长偏偏走到了他的面前 刘红尼显得很无助也很无奈 队长怎么老捡软狮子捏呢 队长不露声色 但做好了中途接应保护的准备 准备 好 弹起来弹起来 我上台 队长的逼迫再次收到了效果 刘红尼一股气爬上了32米的楼顶 成为了完成这个课目的第一个预备队员 我终于站了 我终于站了 来好好说 怎么样怎么样 感觉 我感觉太累 我没说 队长 我爬出来了 我炸上自己了 刘红尼只是刚刚买出了第一步 要想成为一名特战队员 一名优秀的特战队员 他还要经历无数次挑战 挑战自己体能的极限 心里的极限 意志的极限 而一个大英人要做的 就是要败出有血迹 上了比武场 上了战场 眼前改名 我们这个支点里 还有我们的训练里 我们就没有这样 我们就要这样 勇敢的心 陪伴战士成长 胡小代的兵 先后15人被保送入穴 中队17名官兵 被纳入武警部队反恐人才库 20多人退伍后 考入公安特警 成为国家公务院 我们穿了这种军装 把我现在穿成警服 如果一旦出窃 损害我们人民群众 生命起来的安全之处 我们必须警察而行 这必须一无反顾的 在这个时候 没有恐惧 没有害怕 没有退缩 我们必须的 能够上得去 找到赢 天经人 拉起来 又一轮残酷的淘汰开始了 练狱般的超级险训练 即将挑战预备队员的 体能与意志 有点声 这队长是看着天气预好才来的 出发的早晨 起来周见 细节大风 咬动了马树 咬动了预备队员的身体 以及他们的内心 他们不知道 支队长要设置 怎样的课 不知道这次业外 超级险综练演员 会持续多长时间 不知道自己 不能坚持到最后 这次超级险训练 主要是针对 预备队员的考验与挑选 但胡晓和班长们选择和战士们在一起 他们的表现会影响带动他们的队员 跟上不要调队 有的时候你一个动作 帮扶一下 帮他拿一只枪 扶一下背囊 给他们借个鞋带 这种很细小的一个动作 能够激励他们 能够让他们自己心里面觉得 很温暖 很有动力 全装逆风奔袭15公里 仅仅是支队长给预备队员们 备歇的一份早餐 15公里的尽头是逆风 激流 队员们要设法通过眼前的障碍 现在进行第二个队容 要扯动 我前任那条河 就是我们必须度过那条河 我要求大家拿出最佳的组合方案 以最安静的最快的速度 度过这条河 当时那种环境下 水流那么急 气急风 还下着雨 战士们看着心里肯定会发处 胡晓决定第一个下水 将绳子带到队外 往前走 那个绳子的阻力是非常大的 就是一厘米的绳子 在通过一条河流的时候 那种水流的冲刷力 是人体的八倍到十倍 体力消耗是非常大的 下面有水草 有的时候那种感觉 就是挂着腿一样 使不上力量 你没有着力点 只要继续手慢慢的往前趴 当时上去以后 就像驱途一样 感觉浑身一点 那种 又呢 当时一上时以后 就是很难 讲迷你了 可以动我 可以动我 胡晓这声吃力的喊话 似乎给战士们的身体注入了一种东西 新兵们不再犹豫 尽管他们当中很多人不会游泳 不失水晋 他们呢 就需要一个榜样的力量吧 只要看到有一个人赶上 那剩下的人也都是争相恐后吧 他是特性军队的脊梁 他是一种标杆 但是他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一言一行 和日常生活中的关心 帮助和互助 来展示一个内涵的东西 或者叫正能量的东西 随着客幕一个一个的展开 这种能量在不断的示范里 此时已经不是体能的支撑 篮节词 内战是我们的狼狈 知道吗 上 训练嘛 就是残酷的 因为有一话讲 战争是流血的训练 训练是不流血的战争 我们只有把我们的突然队员 置身于这种特殊的环境下 通过恶劣的严酷的训练 才能最真实的掌握我们基层指挥员 或者基层战斗员的基础素质 才能为我们以后的训练 或者任务奠定很好的基础 在经历60个小时 12个极限客户的坚图国力之后 客战队分析至野外的一片光地 这队长要在这个寒冷的皇军 四肢的积水坑 结束这次极限训练 当然 这队长不会告诉他们 这是最后一个车 越脏越累 越是在这个时候 体现一个军队长也好 一名指挥员也好 都是作用相当大的 他们一看队长前倒 前仆或者搏击 偶偶叫 我要跟队长在一块 我也要这样 他就是普通实实的一个人 才是这么多年 赢得了广大官兵的信任 特别是由于特勤中队官兵的一种 可以叫爱戴 有时候比较想念队长 给队长打了电话聊聊天 就是队长结婚啊 早日怀孕啊 我们都非常高兴 因为确实队长在部队里面 很不容易 经常跟师官啊 班长在一块聊天 因为队长也那么辣行 三十多岁了 还共十七八岁 十八九岁的人 在一块保学院 我们先醒 不用共用在一块 也是对我的一种关系 一种激励嘛 没经过 如果 实际上建议 能够站在队长背后呢 给他相信一定 非常地为大 每次打电话 跟他讲 每次在外面身边 具体是什么课目啊 什么内容啊 都可以讲 怕他担心了 应该 也怀孕了 怕他身体啊 或者是思想 受波动 不管是训练再苦 再累 一想到 就是马上当天 感觉 心里面也不会那么 感觉不到那么累 通过 十几个科目的训练 你心目中 值得你 最尊敬的是谁 这个奖赏 就是一肝盔的清水 用这肝盔的清水 去为 你最真心的同志 擦一下脸 也是一种感动吧 一种感动 现在有的时候 对待队员 比较严厉 有的时候可能说 比较残酷 第一个给我醒 但是眼泪 就是顺着水 一块流 空中不动 因为心情 也是受不了 你的心情 今天 我们的科目 全部结束 专门 专门 最高的建议 向我们 这队收场 表达 最深的感谢 我 我 当战士的 那时候 我上一批老兵 把他们的那些考虑文身 带在那里面 这几年各种任务越来越多 也是不断在激励我们 激励我们美名队员 尖声的弹子越来越重 他们就会越来越坚强 越来越重感 好 今天的中国武警节目 到这就全部结束了 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您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好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再会 龙东世界 武警东营市支队 接到秘密通报 这一定是一起案情重大 保密性很强的行动 午夜时分 特战队员文令而动 紧急出击 是展开行动的最佳实体 这究竟是一次怎样的行动 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案情 中国武警特别行动之 属于秘密出击 下期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